现在民众党的讲法是说 八百四怎么了吗 全台湾有这么多个地方 都超过八百四 有没有 赖清德 清爹啊 你看嘛你 当初在台南市长的时候 有没有 之前陈志涵不就扯了一个 新竹儿童医院吗 对不对 扯了一个新竹儿童医院 结果呢 造成阿伯大本营失火 默默的就不提了 然后马上呢 这个就是 这毛家庆厉害了 他以前是罢免黄国昌的推手 现在是黄国昌的麻吉 国民党这个炼宏庆 反正这两个蓝的啦 就要去告发赖清德土利 因为台南怎么可以有农积率 原来一百八变四百 农积率只要增加就是土利 来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这案子很简单 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这个办理期间是2009年 但是2014年内政部 才订定了这所谓的农积奖励上限20% 他早于法律的规定 所以明朝的建 清朝的官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是通案 就你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 这通案嘛 那金华城是什么 他不是通案 他是个案 各位 在看电视台北市民 在看电视还觉得柯文哲没犯法的人 你按照金华城 你去申请农奖 看你有没有 他是个案啊 他没有任何别人啊 符合条件 在依照通案可以申请农奖 那这个是都市计划通盘检讨里面 会去做的检讨 但是金华城 没有经过都市计划通盘检讨 金华城他只是针对一个 地方政府的自定细部计划 这个权力完全是在台北市政府手里 这个最大的差异是在这里 那另外一个郭国文 他讲说 蓝英人士越来越像陈志涵 一个把新竹儿童医院拿来类比 一个把南铁照顾宅做类比 都是乱枪打鸟 我非常期待如果谢龙介加入 对不对 那来看谢龙介 他要不要如果竞选市长的话 他就提出说收回南铁照顾宅的容积率 帅哦 北市科又是另外一大案了 这个我要请阿苗上来 因为北市科的调查报告 议会的调查小组也已经出炉了 反正就给了八个字 政策摇摆未标二标 但很多人都觉得说 他这个调查报告里面 其实用字浅词算 很温和 然后呢 为什么会这么温和呢 原来因为你这个调查小组里面 有民众党的一直在那边 努力的把它调整成 比较温和的字眼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调查报告 有一些失望啦 但是你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到底这个北市科的案子 最大的疑点是什么 跟大家报告 我们台北市议会三大调查小组 北市科、金华城跟台治公安 目前在调查中 那我自己是金华城案调查小组的成员 所以要先跟大家讲清楚 我们台北市议会能调查的范围 就是行政责任的部分 就是要议员去认定司法责任 第一个这是不可能 第二个这是月权 我们不像是有些立法委员 觉得算到领位了不起了 马上要来刻别人刑事责任 办检察官办法官 我们不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台北市议会的行政责任的调查 基本上我们会邀请很多人来说明 但是邀请归邀请 来不来 那是对方决定的事 像我们金华城就一直诚意邀请 柯文哲前市长来说明 但是他都不要来 所以调查有限制 所以你要看到说 这个调查报告像起诉书一样 直接把他们送去关 那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我们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 至少可以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这是里面 这所谓跨党派议员共识 跨党派是包括谁 不是只有蓝绿 因为每个调查小组里面都有 至少一个台湾民众党的人 都有至少一个柯文哲的人在里面 所以为什么用字浅词 大家会说 怎么没有很犀利很辛辣 因为他们在里面 一定是竭尽全力的 要帮阿伯来源 然后最后我们就以 多数诀或共识诀的方式 把这个写出来 所以我现在来教大家看 在这个治理行间 说得很委婉的里面 有什么重点可以看 来 北四科 大家知道科学园区 有三块地要标 本来是三块地一起标 后来一拆三之后 金人宝投资计划书的 标到最大那块 现在已经如火如荼在盖了 已经盖一年多了 但是另外两块 T17 T18 由新售标到之后 现在还在涨草 所以大家在讨论说 你怎么让这个没有经验 也没有能力的新售标到之后 现在在涨草 浪费我们台北市公共资源 来 重点 T17 T18之前大家在讲 为什么免投资计划书 是谁做的决定 调查小组发现 柯文哲自己签的 柯文哲自己签的 他这次没有防火墙 我自己签的 对 因为像金华丞案 现在他甩锅嘛 说是都委会嘛 或是彭震生嘛 但是T17 T18 免投资计划书是 市长是 而且只有什么 四人小组会议就拍板 只有四个人 是又打一桌麻将 这样子的规格 柯文哲在里面 自己签准的 2021年3月3号 亲自主持财事 一拆三 柯文哲才是 没有什么都委会 帮他当防火墙的 也没有说什么 彭震生 黄珊珊 帮他当防火墙 他自己 接着呢 仅限生衣厂商 才能投标 他放宽 不限产业类别 所以星光人寿才可以去 对 人寿就进来了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 生衣哪轮得到你 星光人寿 对不对 所以一拆三把量体变小 对 第二 开大门 让星寿可以不限产业类别进来 接下来 免投资计划书 T16要 T17 18不要 这个就是在 柯文哲亲自拍板 因为星光人寿也写不出 这个医疗科技的 我跟大家讲 星光人寿 16 17 18都有投 但是T16 他在投资计划书那关就被刷掉了 因为写太烂了 就是最后一名刷掉了 所以如果T17 T18也要投资计划书的话 星寿非常有可能也是被刷掉 那为什么星寿进度会延宕 因为他没有投资计划书的情况下 你对他的财务也不了解 你对他未来要把这块地上面做什么 他也没规划 所以因为他的RCB 资本市值率不足 所以他标到了之后 迟迟没办法做嘛 现在大家还要看说这个星光金控到底要并到哪边去的这个大戏 里面有投资计划书的时候 你就会让这个财务状况不好的财团趁虚而入 投资计划书里面还要包括财务计划 你要告诉政府说 你凭什么说你有钱可以做得了这个案子 你凭什么说你在时间限制之内可以做得了这个案子 那你免投资计划书的时候 财务不好的新手就进来了 所以这两场关键会议柯文的亲自主持而且做得超市 但是没有录音录影 但是没有录音录影 习惯上应该要录音录影吗 没有习惯上你可以不录音录影 但是财势的人就要负责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没录音录影 就是盖章跟财势的人负责嘛 你就推不了其他开会的人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公部门的常识 盖章要负责 主席主持会议财势要负责 这是原则 另外是什么 另外就是如果会议上有什么其他突发状况 或者是说大家投票或是什么 那就要有录音录影或会议记录来证明 现在没有录音录影的时候 柯文哲你自己拍板才是 这当然就跟你有关 所以来这个张诗刚也不是绿的 大家介绍一下注意国民党好不好 国民党 国民党他结论政策摇摆 招标放水 也是讲得很斯文 因为行政调查 我们再次强调行政调查的弊端 规划跟需求脱节 什么意思 需求是科技园区 需求是科技园区 结果规划变了什么 下面快递要干什么 还没有人知道 到底要干什么东西 给他涨草 所以你的规划根本没有满足他的需求 特定财团 你看 就是在讲新寿 为什么他要讲特定财团 因为在柯文哲拍板决策的这个时间 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 吴欣盈已经是他不分区立委提名 2021年3月 吴欣盈已经是他不分区立委提名 所以他们跟新寿早就认识了 为什么就只有跟你认识的柯友友的财团 可以你帮他不限产业类别松绑 你帮他一拆三 免投资计划出 这样子没有这个瓜田里下 稍微闭个闲这样子的警觉 这个瓜田里下倒不行 就是人家就说 奇怪这已经到了 你要撇清说你跟他没关系 都不知道怎么撇清 难道你要说你不认识吴欣盈 你不认识你还把他提做不分区立委 而且你不认识他 你后来还找他当你的副总统 拜托不要再说吴欣盈是谁 他不知道了 他都知道 所以接下来更严重的是什么 游淑慧 他是金华城的造集人 好巧他也国民党 你看他最近又拿出一个 说政风处曾经严厉提醒 金华城的事情提醒什么 2017年9月 金华城他争取到560%的时候 当时政风处给柯文的建议 公文上 因为涉及回馈工艺 考量影响利益很大 明代跟外界都会关注 请都委会注意事项规定 持续加强审议资讯公开 确保过程透明公正 这是在当初392到560的时候 法务局 政风处就已经觉得 这个案子有危险在提醒柯文哲 那后来放到560之后 竟然进一步还要帮他量身打造 到再加20% 变672 最后再加到840 阿淼我想问 政风处如果写这样子的文字 对于一般公务员来说 他们会觉得 你写的还蛮平实的 还是说 政风处都写这么 这些 政风处写的 当然要写的四评八文 因为没有证据 不能说人家有弊端 但是你看到他在那边提醒说什么 提醒说 这个外界一定会关注 所以要怎么样 所以你一定要审议资讯公开 确保过程要透明 注意这两个字公正 所以这件事情 一个正常的市长 绝对不会在什么便当会上 给他指派PM 叫都发局或副市长 去当他PM 因为这个案子已经是非常敏感 利益非常巨大了 你怎么可以派都委会的主席 去帮财团当总教练 柯文哲在这案子里面 犯的最大错 我认为 其实就是他把应该要公正 这两个字 公正的程序 扭曲成对精华层偏抬 而且看起来蛮多次的提醒 他都没有在理会 因为柯文哲这种人就是 他觉得他自己最厉害 他当了市长的八年内 他完全没有精进 他对法律的任何理解 他就是觉得他是医学专家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都由他用医学的知识来解释 他没有去吸收任何新的知识 所以议员咨询他 他也觉得 议员都是在找查 所以他不听 然后呢 都委会的委员说 这案子有司法性问题 他最后把人家换掉 当成党路的大石头扳开了 最终他只想听他喜欢的 他只想听陈志涵跟他讲的 他只想听那些拍马屁的 才会导致他现在必须要一个人过中秋节 那可是现在民众党的讲法是说 八百四怎么了吗 全台湾有这么多个地方 都超过八百四 有没有 赖清德 清廉啊 你惨麻烈 你当初在台南市长的时候 有没有 有没有超过八百四 没事我听这些白色力量的人 在讲都市计划 都市更新 头就很痛 因为我没想到 一个当了八年台北市长的人 竟然连这些基础的东西 就搞不清楚 他旁边的这群人也搞不清楚 你知道吗 是真的搞不清楚 还是故意搞不清楚 你看之前陈志涵 不就扯了一个新竹儿童医院吗 对对对 对不对 扯了一个新竹儿童医院 结果呢 造成阿伯大本营失火 默默的就不提了 然后马上呢 这个就是 这毛家庆厉害了 他以前是罢免黄国昌的推手 现在是黄国昌的妈吉 对 这个黄国昌非常厉害 很会做人 厉害 过去他痛骂了傅昆起 现在变成他老大 过去不满他的毛家庆 现在他收服变成最大仓粉 所以给黄国昌一个respect 其实很会做人 国民党 这个炼宏庆 反正这两个蓝的 就要去告发赖清德土利 因为台南怎么可以有农机率 原来180变400 农机率只要增加就是土利 来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这案子很简单 你看台南市政府的这个声明 落落等对不对 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这个办理期间是2009年 但是2014年内政部才订定了 这所谓的农机奖励上限20% 他早于法律的规定 所以明朝的建清朝的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什么 其实这个案件 这个案件 尊贤有说嘛 他讲说什么 奖励办法不是在赖市长任内 第一点 任何案件只要符合条件 就可以申请农奖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是通案 就你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 这通案嘛 你如果符合条件 就可以来申请奖学金 有奖学金办法 这是通案 那金华城是什么 他不是通案 他是个案 各位 在看电视台北市民 在看电视 还觉得柯文哲 没办法的人 你按照金华城 你去申请农奖 看你有没有 看你有没有办法试 因为他是个案 他没有任何别人 这个简单来讲 就是他是在过去 所谓都市计划通盘检讨里面 一并检讨 所以他是指定一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里面 不管你地主是谁 不管你条件是什么 只要你符合条件 在依照通案 可以申请农奖 那这个是都市计划通盘检讨里面 会去做的检讨 但是金华城 没有经过都市计划通盘检讨 金华城他只是针对一个 地方政府的 制定细部计划 这个权力 完全是在台北市政府手里 这个最大的差异 是在这里 那另外一个郭国文 他讲说 蓝英人士越来越像陈志涵 一个把新竹儿童医院 拿来类比 一个把南铁照顾宅做类比 都是乱枪打鸟 他讲的这句话 重点是什么呢 他们两个去打叫做 南铁照顾宅 他说南铁照顾宅 你怎么可以增加农机率 那刚刚前面讲的 那是那块土地的 都市计划通盘检讨 不是为了个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南铁照顾宅这是什么 台南有一个 所谓的铁路东移的案件 那相信我们就今天没时间讲 超很多年 但是这个南铁照顾宅 就是要把铁路东移而迁移的居民 拿去安置的一个住宅 所以他不是像金华城那样子 商办给财团的这样子的利益 而是要把因为铁路而被破迁的居民 迁到那边去住 那就像是国民党以前不是说 蒋中正蒋介石带了一群人来台湾 然后到处都没有地方让他们住 最后把他眷村拆除之后 改建军宅改建国宅 给他们这些宅那些宅的 他是一个所谓的 照顾破迁居民的一个方案 所以你把他现在拿出来打 没关系打打看 我非常期待如果谢龙介加入 对不对 那来看谢龙介 他要不要如果竞选市长的话 他就提出说 收回南铁照顾宅的农积率 试试看嘛 帅喔 因为你们国民党说这违法嘛 对 没错 你们国民党说这违法嘛 对不对 都市计划通盘检讨 如果谢龙介当市长 都要把他再推翻 看要不要这样讲嘛 试试看 好 感谢阿苗的解说 1 2 2 2 3 3